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Snow 现在马上要入秋了 这一届来英国读书的新生可能马上就要来英国了 有一部分可能已经到英国了 每年新生来了之后,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英国找工作这个事 那今年PSW签证又恢复了 所以我相信可能更多来英国读书的同学会考虑毕业之后在这边工作一段时间 甚至是长期留在这边工作和发展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在英国找工作这个话题 那我会分两部分来讲 首先呢,是讲一下持PSW签证期间在英国如何找工作 侧重点是哪些 第二呢,再来讲一下如果在这边想找一份给提供工签的工作 应该如何去找 然后难度是怎么样的 好,那咱们首先说一下PSW签证 PSW的全称是Post Study Work Visa 它是给来英国读书的国际学生在取得本科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生的学位之后 一个两年的可以在这边自由工作的签证 那这个PSW签证恢复之前呢 很多来英国读书的同学 尤其是只有一年读研究生的这些同学 那他其实就只有很短很短一年的时间去完成自己的学业的同时 去找工作 然后而且还需要找到一份可以给他提供工签的工作 这个任务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能不能完成呢 其实也是可以完成的 比如说我在华为读书的那一年 当时PSW这个签证已经取消了 我有一个室友 他是学金融的 那他当时的目的就非常的明确 就是要在这边好好学习 然后找一份能留下来的工作 所以他这一整年就没有像我们一样 又是去欧洲玩啊 又是不停的跟同学出去social啊 他完全没有做这些学习以外的事情 他就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学习上 每天就两点一线 要么就是在宿舍 要么就是在我们商学院的这个自习室里边学习 所以到了临近毕业的时候 他当时的成绩是他们专业的 应该是前三名 所以他就得到了院里边的推荐的这个机会 去伦敦一家银行实习 而实习期间他表现也非常的优秀 所以他毕业之后呢 他也就失礼成章的正式进入了那家银行 那家银行也为他提供了工作签证 那我这个室友呢 他已经是有过几年的工作经验了 他年纪也比我们大 他读研的时候可能已经有27、8了 他当时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给自己规划的这个道路也是非常清晰的 他严格按照自己的这个计划去执行 最后拿到了很好的成绩 也进入了一家他非常满意的公司 那现在PSW这个签证恢复了之后呢 就大大减小了这个学习期间找工作的压力 如果你是来这边只读一年的研究生 那你之后可以再申请两年的PSW 就是一共可以拿到三年的在英国学习以及工作的许可 那这个时间就宽松很多了 就你学习的这一年就可以专心的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不用太担心 不用太多的考虑之后找工作的问题 除此之外PSW还有很多优点 比如说他对工资没有一个硬性的要求 没有收入的这个最低标准 只要你这个工作不低于他这边规定的最低时薪的话 就都可以 还有就是他对你的职籍 对你工作的行业 对你职位的类别 也没有任何硬性的要求 只要是英国人可以做的工作呢 那你也都可以做 再有呢就是PSW这个签证 他不与雇主绑定 不需要你的雇主为你去做担保 只要你拿到了毕业证之后 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签证 所以如果你找到了一份工作 然后对这份工作不是很满意 或者是找到之后呢 你就有更好的机会出现 那你随时都可以换工作 在工作的选择上呢 也有很大的一个灵活性 有个同学可能会问工作好不好找 那我说实话 如果你顺利拿到了毕业证 然后你拿着PSW签证 就是你在签证上没有问题的话 去工作是非常好找的 那我推荐你们几个 比较常用的找工作的网站 像Indeed Read Monster Total Jobs 那这些都是英国人日常找工作 非常常用的一些平台 你也可以用Google Jobs 直接去搜索你想要找的工作 然后就输入你的地点呀 薪资范围呀 工作种类呀 它就会搜出就是各大工作平台上面 在发布的这些职位 还有一个网站呢叫jobs.ac.uk 这个网站上就包含英国所有高校的工作机会 学术类的也好 非学术类的也好 它都会发布在上面 如果你有针对性的想去大学工作的话呢 那就专注的看这个jobs.ac.uk就可以了 这个签证呢 对那些就是长远来讲还是想回国发展 但是在这边毕业之后 想先取得一两年的工作经验的这类同学来说 那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签证 但是呢 它对那些想长期在英国工作发展的同学来说 就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 那就是这个签证它只有两年不能续签 那两年之后 如果你还是想在这边继续工作的话 那就又回到了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上 就是你还是需要找一份 能给你提供工作签证的工作 那咱们首先来说一下 你在拿PSW期间的在做的这份工作 你要衡量好这份工作 有没有可能给你提供工作签证 最好呢 是入职之后 就尽快跟你的领导和你公司的HR去沟通 说明你的情况 说明一下你两年之后的诉求 看他们有没有机会去帮你解决这个签证的问题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也不用怕公司觉得你的目的性太强之类的 因为PSW这两年就是给你一个找到合适工作的一个机会 所以你一定要明确的把自己的诉求摊出来 那大家才会好一起去帮你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一个公司想帮一个员工去办公签 他要付出的成本还是挺大的 首先他是要交易币申请费 然后去申请一个能够给公司担保工签的一个资质 小公司的话可能每年也就只能拿到两三个名额 申请到这个资质之后 他去担保每个员工都要再给每个员工交易笔几千帮的一个申请费 那这些钱其实都还是只是小头 大头呢其实是你的这个工资 因为公司给员工去申请签证的话 他对这个员工的职位和薪资标准是有一定要求的 那这个工资要求是多少呢 就对英国本地的一些小公司来说 职位至少是要在中层管理以上 然后薪资呢最好是不低于35k年薪 才比较有可能去把这个工签申请下来 这个薪资标准可能在伦敦还稍微好实现一点 在其他小城市对于刚毕业一两年的毕业生来说 其实35k以上的年薪还是比较难达到的 除非你是学一些比较高薪的专业 比如说像你学医疗啊学金融啊 学IT啊这种高薪一点的岗位的话 可能还稍微好达到一些 所以如果你很想留下来的话 我推荐你去找大公司 比如说像500强公司或者四大的这种管陪生职位 这种管陪生职位 它首先呢对你的专业没有硬性要求 就是你学文也好 学商科也好 学理工科也好 都可以去申请 它招聘的时候主要看你的个人整体的素质 不会去太强调你的专业背景 而且呢这些大公司它每年的工签名额都非常的多 它也愿意给优秀的国际学生去提供这个工签 而且管陪生申请工签的这个工资要求呢也会低很多 所以申请这些大公司的毕业生的scheme的职位 拿到工签的机会是最大的 还有如果你是学经济学金融这些专业的话 也可以去申请银行的职位 银行啊投行啊 它每年的能办工签的这个名额也是比较多的 除了找公司的工作留下来之外呢 还有一条路就是继续深造去读博士 这条路更适合读理工科的同学 因为你是读文科或者读商科的话 其实你在这边申请博士讲学金的机会是非常非常渺茫的 学理工科的话 申请到奖学金的机会是大很多的 读博期间申请到奖学金 通常情况下是足够你支付学费和你在这边的生活费的 读博三四年拿到博士学位之后 那个时候你在想在英国找工作 那就是另外一番天地了 那个时候你是想继续做博后啊做研究也好 或者是进入大学找在大学的工作也好 都是相对会容易一些 而且每年大学呢 它能提供工签的名额也是很多的 不论你是想找带工签的工作也好 还是读博士也好 有两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语言一定要过关 它不能成为你正常工作 学习生活交流的一个障碍 第二呢就是你的学习成绩一定要好 最好最好是distinction 然后最差呢也是要在marry一上 如果你仅仅是拿到了学位 只是在pass那一档的话 我说实话你是想拿大公司的offer也好 或者是想申请带奖的博士也好 其实机会都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我提醒新生们 一定要好好学习语言 一定要好好学习专业课 争取拿到一个优秀的毕业成绩 好了那我今天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 如果大家对在英国找工作有任何问题 或者对我今天讲的有任何要补充的话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